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LED族群现双喜临门 受惠于电价调涨 还有大陆政府寄出了新的节能补贴政策 第四季的色况渴望淡季不淡 再加上4K 2K电视产品的售价 逐渐走向比较清明化的售价 也增加了LED精力需求 推升晶电龙达等等的精力厂 营运可期 主打超高解析度 价格清明化的4K 2K电视面板 不只消费者看了想带回家 低价成本也成为各大面板厂角逐焦点 根据Witsville最新统计 截至8月4K 2K电视面板出货正式冲破百万片 达到122万片 也间接带动LED产业精力需求大增 我一直对13 14 15这三年 觉得是LED照明起来最关键的时刻 受惠灯泡出货量大幅成长 今年LED照明渗透率将较去年成长一成 不只如此电费调账 加上大陆新节能补贴政策 经典乐观预期 明年LED照明渗透率也渴望较今年倍增 想要建立品牌或包括大量的这个 数量的这个渗透呢 都在这三年 经典看市况越看越满意 而LED一条龙场龙达 旗下测光式中小尺寸背光模组 成功接获大陆白牌手机平板等订单 预期随着客户库存调整进入尾声 第四季营运渴望较出不错成绩 富人学路关羽台北报道